好 開始每天和大家談談這個香港樓市 很多人都告訴我 劉先生 你看不一定是對的 你看看 現在也有很多人 走出來的樓市 就買樓了 之前你又說這個天曬天 又說不太行 現在它又賣得很好 明明賣得很好 你也說它很好 然後又說樓價只剩下大灣區幾千元一呎 怎麼搞的 首先我講清楚 我就是一個報導員 和一個分析的KOL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 有什麼我們要去講出來 和分析給大家聽的情況是怎樣 我不是說去跟大家去 一定去預計某些情況 還是我有我的意見 我去分析給大家聽 分析的情況 之後大家去決定信不信我 但是我分析不一定成功 大哥 我的語言加什麼你猜 但是我最重要是那個 忘了開這個寶登 有人開了 剛好很多 這個情況就是 一個負責分析人 他就會把所有的理由講出來 其實 你當然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不要緊的 這是大家的情況 如果我們看錯市的 看錯情況的話 就告訴我看錯了 是不是很簡單 比如說你的樓市 你的股市 比如說我跌到13000點 現在說23000點到了 為什麼 因為爺爺出來 大力拯救 你猜到就發達了 爺爺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出來 才能拯救 所以 我們是從經濟的情況 分析 當然他脫離了經濟合理的情況 我們就分析不了 就等於突然間 你說 喂 打仗啊 一聲就跌下去 剩下13000點 這樣出奇 這件事 不是說 我猜到打仗 那麼厲害 哪有那麼厲害的人 大佬 所以你記住 我們負責去做樓市 去講樓市 我們來分析 希望大家 喜歡理解 我們分析的理據 是什麼 你會覺得 這些理據合不合理 這個最重要 大家是 講道理 分析的情況 今天說 為什麼樓價 沒有帶跌 但是又升不上 這麼奇怪的情況 於是大家會問 很多年輕人出來買樓 就看到 樓市 這個月 聽說新樓也有2000多間 又行 當然 其實每一次 有這麼多新樓 賣得到 最重要是什麼 引到大陸人來 衝啊 搶啊 所以看到 全部都是賣新樓為主 二手樓就被一手 帶動了 二手樓 香港人買為主 於是乎香港人都覺得 跌得差不多了 好幾個月 都見他反而覆去 都差不多了 幾個%左右 根據統計 都說整年香港 跌到四點幾個% 或者5個% 撐得住 於是乎有些人說 哎呀 現在跌跌 沒所謂 就算給他10% 我撐得住 給他三年跌10% 於是乎 入市買了 不是什麼 還等什麼 好了 我理解什麼呢 這個呢 非常非常之複雜 記住啊 設計買樓等如背負債務 大家要看看 樓定堅的意思 解釋這個情況 主要原因是 他們覺得樓價已經跌到 差不多了 由高位跌到30% 喂 再跌都差不多了 不會跌到50%那麼誇張 跌30% 差不多了 於是在過去半年 雖然是下跌 但是也沒那麼急了 喂 尤其是 過去的10個月 聽說 統計 都是 4-5%左右 OK了 於是有些人就說 想著去入市 那麼這班已經決定了 樓港見港的年輕人 年輕人為主 認為樓價 遲早都要 就是 樓子遲早要買的 對不對 再加上 可能爸爸媽媽又想 他們留在這裡 你樓港見港 大家一起玩 玩吧 我家樓給你 諸如此類的東西 於是 好了 他們就入市了 因為 首先要安居落業 你不安居 怎麼落業呢 中國人都是這樣 所以既然已經 感覺到跌得七七八八 就算再跌撐得住的收入 先供著 是不是先 一口 讓它慢慢再升 就是這樣 概念還是這樣 樓市已經跌得差不多了 好像說 那些人說 這個是絕大部分 年輕買家的想法 但事實又怎樣呢 我們今天去討論 深入 討論一下 究竟香港的樓市 是怎樣 計 為什麼 沒有大跌 但是又升不上去 這麼有趣 在中間 首先 我從過去的 賣樓的虧錢的比例 跟大家看看實際情況 香港賣樓的虧錢的比例 在五月的時候 二月虧讓的比例 大約維持在三成 三成多的水平 但是 你要記住 基本上 逐個月 逐個月增加 如果我們說到三月份的時候 賣了二手樓 而由帳面能夠獲得利的話 是有69.6% 到了四月 就是落9.5% 到了現在 最近的月 八月去統計 就是6.2% 就是說 香港 賣樓 的人 他的獲利比率 越來越低 虧本的比率就越來越高了 不是 升得很急 但是 虧本的比率一直在升 就是證明什麼 二手樓的 虧讓比率不斷增加 就是說 他的 價格是一直下跌 於是 更大批的人 如果要賣樓 他就要跌入 虧本的網 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也承認 是呀 就算怎麼統計 都是4-5% 於是有更多人 跌入 賣樓虧本的網 那麼 有不同的統計 不同的 我認為 如果以一個比較 官方形式的統計 約5%左右 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 如果你有朋友 最近我有些網友都說 自己賣一家樓 你試一下你拿出來賣 你就會發覺 如果你說 就這樣看 銀行 股價 或者經紀跟你說 你自己 立下這樣 你說 對啦今年跌了5%左右 你真的拿出來賣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賣得掉的話 你不再跌回5-10% 是沒有可能 基本上是10% 必須的 即是說 你就這樣看 所謂的 市價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真真正正 其實你要跌多 10%左右 你才能脫手 那麼 最主要問題是市場 買家也不多 那麼它太多選擇 如果你不是真的 減到位的話 他們根本上 不會撐你家 所以 如果你說 今年跌了15% 我就覺得 這是真實的 二手樓的 賣樓情況 一手樓是不同的 稍後再說 一手樓的情況 真的跟二手樓 有很大的不同 對於一般的 近 譬如你七八年之內 買樓的人來說 他們 基本上 十年都要虧的 如果你是七八年之內 去買 現在 一年到七八年之前 你是買樓的 那麼 那麼 首期的比例 加上他們的供款 大約佔了 他們家屋的 百分之十 至百分之三十左右 比如你給10% 這個首期 然後你供了一點點 於是可能是 十幾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 如果你多給這個首期 20個百分之 那你就會變了 二十多三十 這個數字 是佔大部分的 因為都是年輕人為主 他給完首期之後 都沒有什麼錢 你除非是有家長 或者有別人去幫 不然 很少給到 百分之四十那麼多 好了 如果你自己拿著 那間的二手樓 那麼 表面上 是跌了二十百分之 左右 你拿出去市場買 就變了又再跌了十百分之 就變成三十百分之 所以呢 你那間樓 其實是什麼 已經是 在這幾年裡面 跌了下去 負資產的範圍 除非你不賣 你就可以騙一下自己 不是的 未必有負資產那麼差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出來賣的話 你就知道你的物業已經變成負資產 那麼 看看統計數字 4月份已知道上手購入價的二手私樓註冊個案 那個 如果你是拿了五至十年的話 那你轉售的 佔的比例就是 28.9% 就是說你拿了五至十年才賣的 就佔了28.9% 如果拿了十年至十五年的 哇 拿了長一點的 26.4% 其實不是太遠 但是如果你只是 拿了五至十年轉售 就是你總共加上 剛才那段 你拿了貨五至十年的話 其實 就已經超過了五成半 很大量是 這一方面的 所以呢 你就看到絕大部分 他去轉售的人 其實拿了五至十年 不等 但是遲貨五年或者以下 你能夠達到有賬面賺錢的話 其實 整體來說佔過 轉售 只是得一成 那就是說 其實是什麼 就是 五至五年以下 你能夠 抱歉 五年之下 即是你拿一間房子 一至五年 你是能夠賺到錢的 只是 得一成 如果你五年之內買一間房子 你就輸硬了 有九成你也要輸 而獲利兩年 即是如果你拿了兩年的話 你要有獲利的話 基本上 只有1.8% 九十幾個巴仙 都是要輸的 那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如果拿一間房子 在大約 七年左右 你基本上 都要輸的 即是你想想 拿五年 輸了九成 如果你七八年 都差不多要輸的 所以你計一計 如果你拿一間房子 都是七八年的話 你現在 你 基本上 是 很難 可以 不輸賣你的 訂金 即是你的首期之外 還要再輸 所以你基本上 就是負資產 那麼 四月份 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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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獲利 離場 即是說 如果在四月份 你仍是 大約半年前 你賣一間房子的時候 有99% 如果你持貨 如果持貨10-15年 有97% 如果是10年以下 就明顯大減了 5-10年 你賺的錢 只有47.6% 5年以下 的一成 所以看到 最重要 我們現在的分界線 大約在大約 七八年左右 即是你持貨 七八年的話 基本上是輸硬的 而且輸的比例 就是輸的錢 是多大 多 好了 看看8月的二手樓 轉讓的比例 獲利的比率 是一直在下跌 8月份 總共全香港 有1465單 二手樓 私人買賣 裡面 賺錢的有 970宗 佔了 66.2 其實 它所佔的比例 賺錢 已經又再跌了 0.3% 而且 連續幾個月 已經下跌了 帳面錄得虧損 就變了 你減了 九百多宗 即是481宗 微微減了0.1% 即是32.8 在這個高位 反覆浮沉 即是說 你要虧錢的比例 都差不多 為甚麼有這個現象呢 我可以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 你想虧 也不能虧 這就是今天 我要講的 最重要的一個點 你說 蛤 我賣樓啊 虧都沒得虧 是呀 為甚麼 因為你在最近這七八年 賣樓的話 如果你輸了你的 Deposit的話 你供的樓 Capital 的本金 就很少 那你用欠銀行 一大缺錢 現在已經跌破了 底價 那你又怎樣 你要賣樓的話 不是你賣就可以 大哥 你要補回差價 給銀行 你先賣 譬如很簡單 你這間樓 原本你是欠銀行 譬如說 350萬的話 現在 國家只有320萬 你想賣樓 可以 貼回 輸了所有首期 供的所有 錢就輸了 還要再貼三十萬 給銀行 那你就有得走 這個就是現在 很多人不理解的事 就是說 很多 業主很想賣樓 但是賣不掉 為甚麼 因為沒有錢 貼給銀行 然後 無法脫身 有些甚至貼完之後 我的倉空了 大哥 如果失業 我就死了 不要搞了 不如先撐住 看看 是否會升回 樓價 很多人是這樣的 於是 你想賣樓 也賣不掉 這樣就形成了甚麼情況 就是 樓價是跌不到的 二手入面 明不明白的意思 因為 10個人想賣樓 但有9個人 原來要 補差價給銀行 糟糕了 沒有錢補差價 或者不想付 或者沒有錢付 諸如此類 於是 這群人 就逼著看著 市場 呆在那裏 又怕他跌 但是又不敢 補 或者沒有錢補 又呆在那裏 只剩下一個 就拿 我不是啦 我有錢補 還要看看 他有沒有決心 他覺得 不是啦 壯士斷臂 你要有這樣的 決心的人 才會扔出市場 如果有人猶猶疑 他又不會 拿出市場賣 於是 即使 真真正正拿出市場賣 在跌市裏面 好 拿出賣的時候 跌了 譬如說很簡單 22% 好吧我賣 誰知道 不是啦先生 22%是講個面 你再拿出來賣 再減8% 就有人賣了 他又不肯減 又猶猶疑 這樣 當然賣不去 所以二手樓的情況 並不是 業主不想賣 而是沒有資格賣 那就慘了 那麼 你沒有資格賣 就只可以 逼著拿著房子 跟他共存亡 你 不能夠 因為 這一群人 想賣房子 就推倒了市場 因為為什麼 你也沒有資格賣 你也捧不回來 賣掉了 譬如很簡單 你320萬 我給你 但是銀行 你補多30萬 我才可以 給你贖回房子 你也沒有贖回房子 賣什麼 賣不到 這一群人 呆呆地看著市場 不斷跌 其實已經很久以前 不斷跌得太急 他們 賣不到出入市場 於是 就變了負資產 根本 沒有資格賣房子 沒有資格賣房子 這一群人 佔了大多數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是年輕的 他們想翻新的 於是乎想賣房子 想脫身 但是 不行 反而另外一批 我已經持有房子 十幾二十年 相對來說 可能30歲買房子 現在50歲以上 或者60歲 這樣 我賣一間房子 我住在哪裡 因為這群人 比較少 說要去移民 要移的 走了 剩下這一群 相對來說 我決定跟香港共存亡 大哥 你有沒有搞錯 要我賣一間房子 難道我租嗎 他們的想法 免費了 幾十歲 麻煩 於是他們賣房子的傾向比較少 有些已經賣了 所以剛才你看到 10至20年 賣 有些已經賣了 賣就想著 很簡單 例如你現在有一個朋友 60歲以外 好像我們 要賣香港的房子 只有一個原因 我移民 又或者有些人說 我不移民 我回到大陸 買一層房子 相對來說 這些人 並不是一個多數 反而 願意留在香港 算了 還是那間房子 還給了一個子女 就算了 這樣的情況 就會多了 於是乎現在這一群的人 他又沒有賣樓 於是乎你又不賣樓 那班想賣的 又賣不掉 沒有資格賣 再加上 一手樓就怎樣了 一手樓的主要是 拿著 在地產霸權手上 那他又怎樣了 大哥我現在倉很多 我還在後面 現在真真正正 一手貨尾市場 23000多間 每個月增加 大家知道 未來會變成九萬至十萬間 人人都計算了 全部已經通過了 一直在建 拖慢一點 好了 這一批的貨 怎麼搞 全部都是那班 地產霸權 納住 不同的地產商納納納 他們如果現在倒進去 他們就PK了 要吃完後面那批 勁抽的貨 於是 不肯減價賣樓 貼市 少少少少少 他知道 如果你加價 根本就賣不去 於是 貼著市貼著市 於是不斷宣傳 可以呀可以呀可以呀 賣少少賣少少 賣得很慢 但是也在賣 用這個方法 拉著市 不會讓他一下子 反而中小營的地產商 因為要賣單 我只有那棟而已 沒有所謂 那個地盤 賣鬼算了 那些就肯減了 玩具大王那些 一劈就劈了下去 甚至乎你見到英王 他肯劈了 123個單位 跑馬地 快快脆脆賣了 這些 中小營的地產商 但是恆基 新地 祥實 長實有時 這些其他 大一點 例如你會得風 不肯劈 他不肯劈的時候 沒事的 賣得少一點 就賣少一點 等現在 又炒過股票的時候 形勢好一點 他就賣多幾間 就靠這些形式 明白嗎 所以你要記住 一大批人 想賣樓的 二手樓那班 主要基礎的人 他想賣樓 賣不掉 跌到這個價錢 大了 要補回那個錢 沒有錢嘛 大哥 為什麼沒有錢 過去 COVID-19 死了幾多人 之前已經有衝擊 生意已經差了 很多人又被人炒魷魚 或者減了 接著COVID-19 很多中小企 又倒閉了 跟銀行借了一大堆錢 又有 政府 90% 或者百分百 擔保你 借錢 賣一大堆錢 慢慢的店舖 又收拾一下 又收拾一下 你看到的食肆 都是這樣 撐不住 撐不住 還哪有現金 沒有現金 你又怎樣 抬回那些錢 給銀行 說 我熟一間樓 賣出來 沒有了 想賣都賣不到 於是這群人 撐不住市場 老人家 廢了 要賣賣了 他 就要拿著房子 去煮 於是 又不會有很多 湧現的市場 好了 變成了 剩下了 那群的 地產霸權 賣新樓 又不可以 減價 一減價 就全部 全包散 於是現在 是扯著扯著 價 為什麼 樓價 沒有大跌 大家 想賣那些 大跌的 神祖砍了 所以很快 跌了30% 好了 跌到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 想賣樓的人 過去七年 賣樓 那群想脫身的人 脫不了 沒有資格脫身 好了 但是升回去 當然是升不到 大佬 其實是在下跌的 現在很多人 之前聽我說 譬如說 拿著二手樓的人 其實我經常說 是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樓 沒有人要 為什麼沒有人要 現在 的而且確有很多人 買樓 在一手市場 為什麼 是因為最主要是有 20-30% 是來自大陸那群人 那群人買樓的感覺 很風光 很美 新區 怎樣怎樣 所以 啟德的就是認識他們 認識他們 很美 商場很好 這樣的東西 他們喜歡 寧願買小一點 不要緊 全家人 無事來住 這樣 或者租給別人 是這樣的 好租 但是 反過來 你如果去到那些舊區 跟你說 難道真的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 大陸人 有資產 那些 我拿五千萬來 五百萬一個 數你十個 或者四百萬一個 數夠你十二個 這樣去買完租 租給別人 沒有 為什麼 很難租出去 不容易租出去 於是 而且 保養又麻煩 這些二手樓 舊區的二手樓 地方也是 你知道 雖然是方便 但是 不威煌 大陸人會覺得 我買這間 這樣的樓 怎麼貴 不肯 購買 比較差的位置 二手樓 或者比較 立亂 雖然你說 在旺角 或者在 很舒服 但是 不肯 新區 啟德 靚靚 那就去了 於是 那些大陸人 賣樓的傾向 全部在那些 很靚 很新的新區 極少 你看到大陸人說 搶呀 去太古城 就可以搶那些舊樓 沒有 沒有這些 他們不願意 又要維修 又要這些 又要老 好吵架 你知道香港的法例 是很嚴格的 你再搞下去 根本 一直不斷維修 錢 吃鬼了 於是 大陸人不要你的二手樓 糟了 那你很多香港人 其實拿着 那些 當然是 長時間 買了二三年的二手樓 我可以告訴你 在未來 不會有人要 這個就是嚴重大問題 你 這些二手樓 以前全部都是香港人去買 現在 沒有人撐住這個市場 你說死不死 地產霸權 撐住他那二萬三千個 賣不去的一手貨美 然後慢慢一路一路增加 令到 他們的壓力越來越大 但是他們一定要撐住 因為為什麼 如果不是後面的樓 還更加賣不到 所以 樓價 沒有大一點 但是 也都升不上去 你說 現在不是 如果樓價升回十幾個百分 那你會怎麼樣 上面那一群 有一大堆的 負資產 有很多 貨就 掉了 我現在 可以 賣出去 不用賠錢 拼出來 這個嚴重的問題 那些之前很後悔 為什麼我不 丟出來 跌了一點 丟出來 現在 要升給他 丟出來 所以 大堆的貨 摘在上面 你如果有機會 二手樓升下的話 就已經一大堆 這些貨 貨那麼多 丟出來 自自然然 又會把所有的買家 全都吸收 再加上 現在又貴這些買家 你想一下 我都勸年輕人 如果你現在 年輕的 30歲以下 左右的 你要買樓 我說 第一 你應該要撇除開以前的想法 你說以前不是啊 我上一代我爸爸 劉定堅那樣 他們那時候 那些朋友啊 五六十歲的那樣 買樓 賺了很多錢 你想再經歷這件事 沒有了 大哥 你回香港 跟著大陸 說這個 進去WTO 變成世界工廠 砰砰砰砰 大家那麼開心 樓價又升 股市又升 沒有了這支歌仔唱的 老闆 現在是 落下來 歐美又對付中國 中國又是要開個新的市場 搞到亂了 你香港還哪有 好像以前那麼鬼旺 沒有了 前景沒有了 於是怎麼樣 香港的樓市 不會再好像以前那樣 啵零啵零啫啫啫啫售 沒有了 沒有了這件事 就是怎麼樣 應該要改變策略 不要再用以前那些思維 就說我買一家樓 坐下的話就會升 這個以前整個經濟那麼好 就會 但是現在 沒有了 那麼怎麼辦 我告訴你 其實呢 在這個 中央的部署下面 已經是 叫了 香港政府 要不停地开发这些公营或资助的房屋 以后其实的大趋势就是什么呢 应该大家着重点去吸纳或者去买 或者去住这些政府的补贴的房屋 那你就会有个保障 比如你住公屋的话 我一千几百或一千多元 哇大哥一千多元不好啊 或者我住一间这样的居屋 百多万 哇大哥对我来说顶得住是不是 是啊住个环境没有居屋那么好 但是我肯定不会因为居屋倒下去我倒下 现在我去买一间居屋 哇大哥惨啊 卖又找不到人卖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旺的市场 而且很多这些居屋你买得的 都是三十年楼啊大哥 还买来干什么呀 以后有时间你要去维修啊 那你又卖不出的市场有什么好处 因为呢香港的私人楼屋不断向上升 那个的历程已经过了 没有浪费了 以后应该尽量是 争取这个的 就是政府那些的津贴 有这个补贴给你去住 就是公屋啊居屋啊 或者是类似啊 这些津贴房屋 你拿到这些这样的好处 那你的生活就会舒服一些 你反正还是留在香港 是不是呢 那当然了 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我勸了很多次 卖得当然是卖了 大哥 卖了的话 脱脱身 喂 我层楼五百万也好 七百万也好 我也说了 卖了去 你就租两年 珠海也好 什么都好了 那么跟着 看清楚哪个位置你对的 百多万买一间屋 喂 你差不多啦 如果六十多岁 都是住二十年左右 二十多年而已 是不是呀 就算那间屋残了 订了给下一代 就算了 百多万 住二十年 抵得烂 好过租了 那你的袋子里面 还有几百万 哇 肯定一样东西 谁死都不到你死 对不对 喂 每个月花一万多元而已 你多舒服 于是 你就可以 尽可攻时 退可守 到时呢 你香港的楼价真的跌的话 你喜欢就买了 不喜欢的 你就继续住在珠海 有空回来香港 或者日日回来香港都行 这样才是一个真真正的情况 那记住啦 第一 这个楼市 要撑住 那个呢 就是叫地产霸权 他们不希望那些楼价跌下去 所以呢 尽量是 不减价去卖楼 第一呢 就是香港的地产商 绝大多数呢 都在未来 五至十年 他都不会再投地了 我跟你说 因为为什么呢 手上有很多货 还有很多货 在这里 卖不去 投什么鬼地 拆悬 重建旧楼 更加不可能的事 未来不可能 所以你做建造 不如你转行 好老实 地产商唯一的目标呢 就是尽快消化了他们 手上卖不去的存货 这个是必然的事啦 第二 二手楼的市场呢 楼价肯定就不会再涨了 因为呢 买新楼主要就是这些大陆人 这些大陆人 不喜欢你这些旧区的 不喜欢这些旧楼的 所以呢 一大堆这些 几十年啦 十凌二十年啦 你这些旧区旧楼 没有人要的啦 我跟你说 卖得到就卖了 那二手楼呢 就基本上是一直滑落 不停跌不停跌 搞不定的 这些东西已经 因为 没有人有兴趣买 那如果你说 喂 我自己就是 是一个 就是 超过了 几多万元一个月的 那样 已经又做 买不到这个的居屋 又买不到这个的 就迫着去买私楼 那样 喂 那我就慢慢看啦 我都会 寧愿买一间 小一点的 新一点的 那些的楼 因为为什么呢 日后如果我扔出来 有大陆人帮我接 这个有机会 我买一间 即是那些住得好一点的 说叫好一点的 但是 没有二手市场 这个就严重问题 第三呢 就是未来香港的私人楼屋 在十年里面 我认为都不会有什么好环境 十年之后 现在没有人看到的 也都没见到的 这个处缸 政府呢 大力拓展这个工营房屋 所以呢 如果年轻人 真的要 好好地想办法 给自己可以吸纳 成为 住到这些工营房屋 其中的分子 那呢 你就能够 保住你自己 即是不会 突然间 因果的私楼有什么问题 你就糟糕了 那 记住 第四呢 就是没有什么大陆人 会抗这些香港的二手楼 由楼零 即是三四十五 三四五十年 越来越残救 即是无论全香港 即是 这些不同屋院的 价值呢 都会是 越来越接近 香港政府 提供新型的 这些支座楼 即是很简单 你现在去买一间 公屋 你买一间居屋 即是新的那些 比你那些 已经四五十年前的楼 你还要大维修 又要这个路 不要搞它那么多 不如 让它买一间居屋 好过 大把 香港政府要订出来 所以呢 千万不要再去买 那些 即是二手的旧楼 没什么意义 你又要 维修又盛 即是很久 最后呢 记住 我特别的 同同大家说 香港的楼价二手楼 就 因为那些 业主 年轻的那些 为主 没有钱托它 给银行 才是没有可能大跌 而不是它 不应该大跌 而是 根本大家想跌 都没有资格跌 你说我再便宜了五十万 我就卖给你 那样 你加上你原本欠银行的三十万 即是说差价 那你欠八十万 你抬到八十万出来 你抬不到八十万出来 你卖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它就跌不了了 明白吗 你那些大地产商又不肯 那些大地产商又不肯 那些大地产商又不肯 都供不了 就还给银行 银行又扔出来 又没有人要 那些不插都插 因为银行就会插 喂大哥 我们这些 银主盘 理得它 扔吧 那这个动力就很大 另外当然 如果有什么打仗 这些大的意外 没人能猜得到 真的 这个楼价大插 就很难说 所以记住 楼价没有大跌 但是又升不回 最主要 并不是因为香港的楼价 这些二手楼有价值 就是正正是因为它没有价值 但是 也都没有人去整个市场 你那些业主 没有资格卖到那间楼 没有资格拿那间楼出来卖 这个最重要 如果升回一点 下一大堆人扔下去 他又消化了那些买家 那就是浪费 所以记住 楼价你看不到大跌 并不是代表楼市变好 没有这些现象 记住 升不回 是合理的 如果你有楼 能够卖得到的话 是二手楼 我恭喜你 好 记住 点赞和订阅 谢谢 拜拜